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积攒了百世的德行 那么他就会感召有同样德行的子孙来到他们家 让他的家族百世不衰 如果祖先积攒了十世的德行 那他敢召来的后世子孙就能保住他的家业十世 而在中国历史上 有一个家族统治中华大帝六百年之久 位列第二 仅次于八百年的周朝 这个家族是谁 他们的祖先又是具备了什么样的德行 能够让自己的家族 能够让自己的家族统治中国六百多年呢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史书 去认识与姚舜宇齐名的一代圣王 商朝的开国君王 汤王 汤王约公元前1670年至公元前1587年 又叫成汤 因为建立了商朝 也被人们尊称为商汤 汤王姓子 名吕 又名天乙 河南商丘人 是谢的第十四代后裔 汤王本是夏朝的附属诸侯 可当时的君王夏杰 暴虐荒淫 不理朝政 导致民不聊生 民怨沸腾 汤王顺乎天而硬乎人 在一眼谋划下 率领各诸侯请兵伐节 而当夏杰兵败后 汤王心存仁德 并未将他们赶尽杀绝 反而封地给夏杰的后人 让他们继续繁衍生活 有一次 汤王出游也外适 看见猎人正在四面布网 捕捉猎物 并向上天起告 远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四方来的野兽 全都投入到我的网里啊 汤王听后悲叹道 哎 猎人这样捕捉 不仅手段残忍 而且不久之后 鸟兽必定会被剿灭杀绝 真是有备上天的好生之德啊 于是他命人撤去了三面猎王 只留一面 并将导辞改为 愿向左的 快往左逃 愿向右的 快往右逃 愿往上飞的 速往上飞 愿往下逃的 速向下逃 只有命该绝的 才进入我的网中 后来这件事传扬天下 四方诸侯都称探道 汤王的人德之心真是宽广啊 连秦兽都顾忌 他真是一位 蓄民爱物的伟大圣君啊 所以 当汤王建立商朝时 来归顺他的诸侯 多达四十六国 这正是孟子所说的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得人心者 得天下 然而 从汤王建立商朝后的第二年开始 就遭遇了数年的大汗 汉灾使得河床干涸 草木枯死 河苗不生 无骨不收 百姓过得苦不堪言 于是 汤王亲自率领大臣们 祭天以求雨 可大雨却没有下来 使官占卜后说 祭祀时除了要用牛羊做鸡品 还需要用人做鸡品 汤王说 我占卜祭祀求雨 本来就是为了人民 怎么能去焚烧我的子民呢 如果真的要用人来献祭 那就用我来献祭吧 于是 汤王来到桑林中 命令祖佑把祭祀的柴火架起来 他剪掉自己的头发和指甲 沐浴更衣 然后自己站在柴火上 准备自焚几天 并向上天祷告自责说 苍天啊 现在天降大汗 是不是因为我作为君王的政事 不符合法度 是不是我作为君王 是用名利太急剧了 是不是我的公事造得太奢华了 还是受宠的女人 干预朝政太猖獗了 是收受的贿赂太多了 还是得以尽献禅言的人太猖狂了 如果是我一人有罪 请上天不要连累万方的人民 假如万方的人民有罪 这都是因为我没有给他们做好榜样 是我没有教育好他们 所以罪不在他 罪由我一个人承担 不能因我一个人的过失 让天下所有人都受到自责 话音未落 突然乌云密布 狂风骤起 人们盼望已久的干预 佩然而降 润泽千里 这就是被后代史学家们 津津乐到了三千五百多年的 湯齐桑林 湯王为了督促自己不可懈怠 他在每天洗脸的脸盆上刻了一行字 狗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希望自己每天都能不断改正自己的过失 每天德行都能有所提升 湯王圣德 以言律己 以宽致敏 正所谓厚德在物 故感德子孙保商朝六百年之久 而汤王自己也想百岁高龄 中国的汤王 姚舜与汤 汤王说 天下有罪 罪在正宫 罪在我自己 为什么 你没教得好 你要教好了 你所统治这个国家人民 谁会犯罪 谁愿意犯罪 谁不想做好人 你要教 你要做人民的表率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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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女有过失 儿女无罪 家长有罪 你没有把儿女交好 现在这个社会 公司行号 你的员工不好 你老板 你老板没有把他教好 你不能责怪他 回过头来反省 自己改过自新 好好的做员工的表率 好好教导他 你这个公司就兴旺了 所以 你真正要做到 儒家所讲 领导人的标准 在家是家长 这是领导人 公司行号 这是老板 一个国家 是领导人 你要做到 君 亲 师 君 是领导人 亲 是父母 你要照顾他 你要养他 师 你要教他 你把这三桩事情做好了 你就是圣王 圣王 贤王 是中国历史上 所尊重的 所尊敬的 这样 才能够解决问题 上镜下空老法师 多元文化教育与和平 2004年4月30日 凤凰电视台 世纪大讲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